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养生因果要论 主著先佛为文昌帝君 第十七章 大肠直肠癌 文昌帝君将 诗曰 文字显沙盘 醒谜句句堪 素千知忏悔 恶业不清安 盛世 著书论大肠直肠癌 过量的摄取红肉 是造成大肠直肠癌最大的诱因 因为红肉富含饱和脂肪酸 一旦经过肠胃道消化吸收 跑到血液里 则亦造成高血脂 若是流至于肠胃道内 经过细胞分解产生化学变化 刺激肠黏膜 致使细胞失控 便产生了肠胃道疾病 大肠直肠癌之发生 是有迹可循的 比如贫血且幼腹闷痛 排便习惯改变 体重迅速减轻且腹部有肿快 甚至血便带有粘液等等病相 都是应急窃寻医诊治 当然不可或缺的 便是寻得解释因果法门 彻底排解并结前因 罹患此症通常是 由良性吸肉所演变而来 倘若患病初期不以为意 胡乱服药 草草了事的人 都恐怕是因为福慧不足 以至于素是重大杀业因果公案遮挡碎绕 因果病之发生 病相林林总总难以辨识 所以世人未免又圆成因果 平素饮食及养生运动都不可稍有懒带 为江海为某部落的酋长 天性好色 但因手握生杀大权 族人未怕 所以妻妾成群 小三于以林字又为青梅足马 本欲共结连理 却遭卫士横刀夺爱 小三依怒为红颜 因此纠中反抗暴虐威权 却遭试破 所以连小三为首的数十人接受斩首 卫士杀业深重 转生台江南部 因夜讨遮挡病因 且庸禄于工作 虽已离病 尚不知 所以茫然胡乱服药 至今已错过黄金治疗时机 大肠直肠癌与大肠肌造症 虽皆属于杀业碎绕 但后者属于灵障悟命的杀业 而前者乃属于重大杀业公案 由此可知因果并牵连广大 且夜报千奇百怪 那么世人如何获得排解之道呢 时间不可追溯 今生得此人身 则应在今世修身养性 广知福田 以程度防之道 如果夜报临身 则应利用著印本书化解因果 贵人显成内外相符 因果并可迎刃而解 小编建议 如同先佛所说 看到本书 知其病造迅速就医 并询法门解释成颤塑也 法门可以借由注印此本善书 或墨法词音第二部 或者在五妙明正堂安斗 建议北斗本命延伸新菌斗 以功德回向加上医生治疗 相信对自身病痛会有显著改善 可以先扣问五妙明正堂先佛 了解自己因果欲如何改善 请自行联络名正堂师兄子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 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鸾道五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衡堂与五妙明正堂之树立 拱衡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 消妻是因果公案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衡堂圣书现世报律立 五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衡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拔与生前筑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衡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籍往生弥勒净土 筑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生 拿摩弥勒净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如果您的英文尊羽鸭遜呢 也计划议您可以按摩住 练乱平均往生弥勒净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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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